那我们现在要进行主机与软管内饰镜的操作说明影片 那我们现在首先先打开我们的手提箱 那里面会有我们的说明书 然后主机内饰镜与一个主机的充电器 首先拿起我们的主机 还有我们的内饰镜 那我们内饰镜的上面会有一个防呆点 然后跟一个箭头的部分 那主机上面有一个PIN点 那把我们的箭头防呆点的部分对准主机的PIN点 做衔接接上之后转紧 这样就可以开始使用我们的内饰镜 内饰镜前端有一个保护套 那把它打开 然后并且长按主机的开机键 那我们现在把内饰镜放进我们的暗管里面做测试 那主机上面的功能的话 这边是可以调节我们LED灯的亮度 那上面这个的话是增量 那下面这个是递减 然后这边是录影以及拍照的功能 那我现在测试一下 拍照 以及录影 按一下的话即开始录影 再按一下即结束录影 那我们到这边ESC的部分 可以观看我们刚刚拍摄的影片及照片 然后再按一下 就退出 那我们简单的设计 设定的功能在OK这边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设定 然后退出一样是按ESC 那关机的话一样是常按我们的关机键 就可以做关机的动作 再来取出内饰镜 一样把我们的保护套套上 然后 转开我们刚刚的这个扭 转开之后就可以轻松的拔掉 那我们先收取 收取的部分我们先收取我们的内饰镜 主机放到主机的位置 说明书 这个盐 我直接就要收取 就要收取 就要收取 一块 就要收取 一块 是 感谢观看